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外门课堂 我们今天来进入学习心理学的讲解 我呢是这门课的主角老师 我叫韩婷婷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讲 关于学习的实质 那么第一节呢 我们要来了解学习是什么 在这一讲中呢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什么是学习 以及学习的分类 什么是学习呢 学习存在于有机体中 这里呢给出大家两个问题 人可以学习吗 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 我们人是可以来学习的 而且呢包括很多方面的学习 那么动物可以学习吗 那么从大家平常的日常观察中 也会发现动物它也会学习 就像呢我们在动物园看到 很多的小动物可以完成 我们饲养员的一些指定的任务 可以让这个猴子翻跟头啊 或者是让海狮来专过 呼拉圈之类的一些活动 它都可以完成 那么说明呢一定程度上 动物呢也是来可以学习的 所以说首先大家要强调一点 学习呢是存在于有机体中的 那么第二个名题呢是关于学习呢 它的表现形式 它有很多种 那么在之后呢关于学习的分类中 我们也会具体来讲解这个方面的部分 那么这里呢大家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首先我们可以有肌肉的锻炼 它属于一种学习 我们可以学会打羽毛球 骑自行车 这些都属于我们的学习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概念上的学习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年是由四个季节组成的 一年有十二个月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种种种种 这些呢都属于我们的学习 那么第三个名题呢是关于学习 是否一定会表现为形式呢 这里要大家强调它不一定 一定以行为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学会了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呢出去玩的时候 看到别人在唱一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但是你并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唱这首歌 突然呢有的时候你发现在KTV跟大家来一起嗨起来的时候 偶然间呢我说我来唱首歌吧 不轻易的你哼出了它的曲子 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呢我们已经潜在的学会了相关的这个内容 但是不一定呢它会马上以这个形式表现出来 也就是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潜伏性的学习 那么有的时候呢还可能表现出来 是我们的一些内部的生理反应 而不一定呢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 那么第四个名题呢是关于说 有行为变化了就一定是学习了吗 那么这个是要告诉大家也不一定 那么可能我们的一些行为变化是由于学习 我之前不会骑自行车 现在会骑自行车了 很明显我们都能感受到它一个外在的变化 但是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行为比如说在男生小的时候呢 他的嗓音可能是很尖很细的这一种 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期青春期的时候 声音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它也发生了变化 但是呢我们不称之为是学习 也可能是由于老实说讲到的成熟 甚至是由于疲劳我觉得很困 所以现在表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引起的 但它呢不称之为学习 那么明白了这些方面呢 我们就能很好地来诠释了 对于学习它的界定是什么样子 那么在明白什么是学习以后呢 大家就会想要了解 那么老师学习可以分为哪些呢 哪些方面的学习 刚刚我们有涉及到动物会学习 对不对 人类也会学习 这都是我们既知的一些知识 那么老师要告诉大家 还有一种关于这个主体上的分类 叫做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呢 其实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说像计算机来模拟 那么我们熟知的一个知识点 应该是关于说 不用计算机来模拟我们人类来下棋 那么通过计算机的模拟 给它一些既定的城市 这样呢我们可以更好地来了解 到底人类的智力 或者是智力的发展 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一次呢我们可以更好地来挖掘 关于人类的智力的教育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 教育方面的特点 然后呢也能有一些 更好的相关的培训这样的项目 那么这是关于学习的主体的分类 第二点老师要跟大家讲到的 这个也很有趣 它是关于呢学习方式的分类 首先我们来看包括这么四种 接受学习 发现学习 意义学习 和机械学习 接受学习呢 通俗来讲就是说 可能我们既有的这样的一个 先前的经验 不是特别多 那么这个时候 那我们去听一些讲座 或者是说 最普通的是像我们传统的 这样的教学课堂 我们来听老师的讲解 这些呢都属于接受的学习 就是把别人的经验呢 接受为自己的 但是这里老师要跟大家强调 接受学习呢 它可能是意义的学习 也可能是机械的学习 那么这里首先来区别一下 意义的学习呢 是指说 我们在学习这个新的概念的时候 会把这个概念 跟我们已有的一些概念 它们之间建立起来一个联系 那么机械的学习呢 则相反 机械的学习更偏重于说 我们记住了这个 既有的概念 而不进行任何的 跟其他的知识点 之间进行一个关联 那么刚刚老师讲到说 接受学习可能是意义的 对不对 也可能是机械的 就是说 我们在接受别人 灌输给我们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在接受别人 给我们的这些 既有的经验的时候 可能是意义的 也可能是机械的 可能是 我来想 老师今天讲到的是 关于这个学习 那么跟我自己呢 平常生活中的一些 我就把它联系起来 那么这样的呢 就属于是意义的学习 我如果呢 我只是 我记住了 这个就叫学习啊 学习是存在于这个有机体中的 但是你并没有来很好地理解它 那这样的学习呢 就称之为是 机械的这样来接受学习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来反推到 那么发现学习呢 同样 发现学习呢 它可以是这个意义的学习 也可以是机械的学习 那么发现学习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说我们主动地来去挖掘 那么最常说的可能就是说 像一些科学研究 它是通过自己这样主动地去来 把一些知识我来梳理一下 我想要探究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一种学习呢 我们称之为是发现学习 那么有意义的发现学习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会主动地来建立 已有的知识和学到的这些知识 或者已有的经验和学到的经验之间 它们的一个相互关系 那么机械的来发现学习 我们最常说的可能就像一些小动物 它的一些去尝试 然后来看 我想看看这个家里的这个小盒子里 是不是有它可以吃的东西 它可能会一个可爱的小狗吧 我们比如说 它就不停地要去抓一下 来发现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 那么这样的体现出来的 这是说一个机械的发现学习 那么在这个大家学习了 这个分类以后呢 也要很好的来区分一下 这四种不同的对于方式上面的分类 对大家来理解这个学习呢 是更有帮助的 那么第三个分类呢 我们给大家提到的是关于内容上面的分类 知识的学习呢 大家都好好理解 我们各种相关的知识 我们复杂的一些 关于问题解决 或者是简单的一些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也包括几个季节啊 这一些既有的概念方面的都算 知识的学习 技能的学习呢 我们的运动技能 写作技能 都属于我们技能的学习 大家也可以很好的理解 那么社会规范的学习呢 那么大家可能一般会想 应该就是说我们一些 可以习得的 我们知道在马路上 被能闯红灯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社会规范了 那么诸如此类的 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种种的这些内容的学习呢 我们都称之为是 社会规范的学习 那么最后一个呢 老师还给大家提到的是 关于学习的结果的分类 那么这里呢 大家看到了有五个部分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从语言信息 来开始给大家讲解 那么我们最一般呢 学习到的一些 简单的这个概念 都是语言信息的学习 之后呢 在这个简单的概念的基础上 比如学会了惩罚口诀表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更多的会用到 这个治理技能 治理技能呢 它就是指在这个简单的 这个语言信息的基础上 然后呢 我们来进一步加工 用运用呢 更加复杂的一些 这个治理的技能 然后来解决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学习 是称之为 治理技能 掌握了一定的治理技能 那么大家可能会 比较疑惑的是 这里提到的认知策略 是指什么呢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之后的一些 章节的讲解中呢 也会具体来 阐述一下 简单这里呢 先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 老师我在学习英语 然后呢 我发现 这个时候 比如说 尤其是现在的季节 特别热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我又特别犯困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想 我这一天 要怎么规划我的学习呢 那么在 上午的时候呢 你觉得精神 是比较旺盛的 这个时候呢 可能更多的想要控制 自己的注意力 我要把我的 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 这会儿背单词上面 而不分心 去玩游戏呀 然后学会之后呢 我又想 我到底记住了没有呢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更多的想 我要把中文写下来 来看我能不能写出来 相关的这些英文单词 种种 这样的 我们平常看起来 很不起眼的 这样一些想法呢 都属于我们在运用 我们的认知策略 来很好的管理 我们的学习 以使呢 我们能够获得 更好的这样一个 学习效果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 嗯 还包括了 我们在 呃 这个学习心理中 很多内容 很多的知识点 那么在之后呢 我们也会来 一一的把它详细的 来分解一下 那么 运动技能 应该是大家 哎 较好理解的一个概念了 呃 那么态度呢 就是指我们 呃 学习 呃 一些知识以后 我们知道怎么样去 对待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如何去对待家人 呃 甚至说 我们本着一种 哎 我们对这个国家 对社会的一种 什么样的责任 种种之类的 都属于我们 分为态度方面的 一些学习 那么以上呢 这几种呢 都属于我们 关于这个 学习分类的部分 那么关于这个 第一节的内容呢 我们就只要来 讲解这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